我觉得我也挺喜欢的 我也很佩服郝雷老师 胆真大 你是杀了鸭子了 让真正党眼随心所欲 当然很特别自由 这也是你的眼里的世界 所以你在里面去 五味杂陈的去体验各种人生和人性的时候 那挺有味道的 但是呢 说实话 这个不是一个大众电影 真的 我觉得这是个作者电影 很自我 不商业 对 我也看到最后才看明白 我真的有点惭愧 我觉得在这个节目里面 不需要拍到那么难明白 我觉得可以稍微容易明白一点 同样的创意 我觉得也能拍得浅白一点 就会好很多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深的文艺片 那么年轻的导演 那他后面的路就很难走了 以后都很难走回商业的路了 因为没有人相信他拍商业片了 看看我们的其他同行们怎么看待 反正我个人觉得是卖不掉的一个好电影 那可不会 不会 我觉得其实在这个舞台上一直标准都不是统一的标准 比如说我们能够包容德格纳那样的电影是文艺片 我们也会给他很高的评价 那我觉得增增这种类型片 它也许就是你们说的不商业 但我依然觉得它是好电影 不反对 不反对 就是我想其实表达是说 因为观众未来也会看这段嘛 那我们想说我们标准既然拉不统一 那就得允许好的电影存在嘛 咱这不是导演请指教吗 只要导演好 拍得好 咱这不就行了吗 其实对商业的这个标准 也不是统一的 或者说每一个时代对商业的看待也不是统一 我觉得这可能很快 三年五年 这可能就是商业的标准 但这样的风格我们能做一小时四十分钟吗 我觉得做不住的 如果你做一半小时 肯定要多于丰富于这个风格 你现在是就着这二十多分钟谈的嘛 其实我想讲一下我的理解 我觉得我只是在用一种新的方式讲生活的酸楚 其实如何去定义商业我并不知道 但我觉得我拍的是大多数人生活的不容易 我觉得如果能够触及到大家一点 大家能够走进电影院 就是看到另一个角度看待的生活 对我来说 不管是不是冒险 是不是自由 我觉得这是值得的 谢谢 宣发的老师们 你们在碰到这样的作品的时候 你们的想法如何 各位老师好 首先我承认票房不是衡量电影的唯一价值标准 但是对于发行工作的人来说 好的票房一定是对我们工作的最大的认可 其次 真正导演的个人魅力 我觉得能够深深吸引到我 然后我也不否定 这是一部很能够打动人心悬的影片 但是对于发行来说 它并不具备我们想要的商业价值 影片的一些前期准备 包括一些花絮 还有一些海报啊展啊 都是属于我们的物料之一 而观众对于影片的第一认知 就是从这些物料开始的 所以这部影片我们认为 它是能够做成长篇电影的 但是要丰富剧情 要把它定类 定是哪一类型 然后能够更好的配合我们进行一个发行 然后所有的高票房电影 所有的所谓的优质电影 一定是厉害的导演 加上优质的内容 再配合上我们良好的发行 才能够走向大众的世界 最后我想说的是 中国的未来 一定不会排斥新锐的导演 但一定会排斥那些 不是很优质的内容 谢谢 那边有一个女生 大家好 我只想说一句话 就是希望大家能把对观众的 这么一个看法平等下来 我们是认可好作品的 一个东西如果出来 哪怕说它在理解层面上 稍微会有那么一点门槛 稍微会高一点 终究是会被市场认可的 是会被观众看到的 对这部作品你怎么看 我觉得它在开头的时候的一些手法 包括它的一些切入的点 我觉得是很打中我的一些部分吧 在目前这个市场上 它能给我的一个观感是好的 而且我能看到它在创新 它在往前走 我觉得它是一部非常好的电影 我希望曾曾导演 我期待你未来的作品 谢谢 谢谢 我是想说一下 针对这个片子的发行的一点点 我个人的感想 它讲得太过真实了 在市场上 观众很难花钱去消费自己的苦难 我有多苦我知道 所以我不愿意再花钱 再消费一遍自己 这可能是这种类型的电影 它是好片 大家也认可 但它很难有票房表现的一个原因 但我要说的是 不是这个电影 不能赚钱 是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打开 并不是只有院线电影 我们的流媒体 全世界的流媒体都在发展 有很多这样的类型片 它们可以卖到流媒体 卖海外发行 一样是可以赚钱的 我说完了 谢谢 这部影片是值得深思的 它有内容就可以做口碑 就是我们可以采用点音的形式 就像我们这一次用的 线下展音的方式是一样的 让小部分的人先看起来 一传十十传百 让更多的人知道 我们有这么好的一个电影 我想这也是这个节目的初衷吧 刚才方丽老师 还有各位老师争论的 这个焦点问题 就是说 这个电影到底是不是艺术电影 它是不是不够商业啊 我们这个节目叫导演请指教 并不叫票房请指教 对吧 要 Nee 不叫